梁汉琼介绍 去年他曾前往中国西安咸阳福利院 参加救助孤残儿童的义工活动 当时心中感触很深 在返回加拿大后 决定通过举办音乐会 为本地需要帮助的儿童筹款 借此机会 借着演唱会 用我自己的能力 为他们筹得更多的善款 去帮助这些儿童们 然后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跟我一起来传递这个爱心吧 然后让更多的儿童受到帮助 部分加拿大三级政要 与BC儿童医院慈善部门负责人 也来到现场 他们纷纷向华裔社区 对加拿大慈善事业的关注 积极参与与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当时有一个召唤 我们为我们一起 成为一个社区 支持我们 我说中国社区一直在那里 我们很幸运 中国社区的支持 他们是我们的大支支持 我们很幸运 去看年轻人像Melissa 在社区里 尝试分析 本次活动通过 医院会门票及爱心捐款 共筹得5000加元善款 将全部资助BC儿童医院的 儿童健康卓越基金 向医院提供紧急医疗资助 帮助医院购买 所需医疗设备器材 并提供科研支持 凤凤卫视李源泊 苏一恒温哥华报道